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芝麻油 芝麻油以及苦茶油等五款商品暂时下架 并且送业 送点时间大约需要一星期 等到离清食品安全疑虑之后才会考虑恢复贩售 再关心经济讯息 经济部间公布了9月外销订单的统计 结果显示出口连续三个月成长 单月达到了384.2亿美元 比起上个月成长5.8% 和去年同期比较也成长了2% 经济部表示9月出口的订单表现不俗 主要是因为资通信的产品新品上市 而电子产品的市场需求 在第三季也有明显的成长 不过今年前三季的订单累计仍然小叔 2012年比起去年前三季 累计衰退达到0.8% 至于在会市方面的讯息 人民币今天上午再创惠改以来的新高记录 大陆外汇交易中心网站公布 10月21号银行间外汇市场 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中间价 来到人民币6.1352元兑1美元 比起前一个交易日升值了0.002元 汇率再创2005年7月的汇改新高 今年来涨幅已经超过了2.4% 政治焦点部分来看到 监听风波的后续 立法院司法及法治委员会 今天决议通过临时提案 谴责检察总长黄世民 认为他藐视国会 同时特征组相关人员 也被送监察院接受调查 委员会决议指出 曾经多次邀请特征组检察官 检察事务官列席 却跟黄世民各种理由阻挡 因此委员会认定 相关人员有回避监督之余 形同藐视国会 因此予以谴责 并将特征组相关人员 送监察院调查 委员会议指出 今天中午朝野协商过后 通过了这项临时提案 美国纽泽西州最高法院18号 通过了一项同志婚姻法案 从21号开始 同志就可以在当地合法结婚 而在纽华客市 有7对情侣 抢在21号凌晨的12点01分 完成了终身大事 市长布克也敞开市政府的大门 亲自主持证婚仪式 遗色现场其实相当的温馨 而且也很热闹 不过现场有人来找局 不过也很快就被带离现场了 相关的讯息也请您持续锁定 优电TV各节新闻